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澤 現在社交媒體當道 個個都是追求一兩秒的聲音 你請嘉賓上來做訪問 兩個小時 找鬼看嗎 講那麼短呢 沒有上文沒有下理 怎見真章呢 尼敦道證交所 究竟誰是交 誰不是交 那就上來交心交貨吧 大家不要在網上留言 罵爆我們 我們早就說的是廁所位 誰叫你在看 神曲一定要播 但你的留言很不禮貌 有些人的心理是一路看一路罵 罵其實也是一種宣洩 擺明大家去廁所 Sheron你還在說髒話 應該不應該 有人問你 是否跟聶德權有親戚關係 Patrick是我們的同鄉 我們是同一個鄉下 殷平 我跟他們是殷平人 都是德字背 台山那邊 每個人附近 因為我之前新聞處吃飯的時候 還是新聞處長 跟Patrick也有聯合 很有趣 所以你一看聶德 聶德什麼 就知道是你們同鄉 那你就去孔令 很多孔令 孔令揮 孔令什麼 孔令揮 孔令揮 都是那些人 可能是同鄉 是我的同鄉 話說我都認識聶德權 在政府的時候 但不是做新聞處長 我覺得他是一個好人 雖然他現在轉去做問責局長 政制及內地事務 應該是兩年前的記協籌款晚會 當時我坐在那裡 我前面就是聶德權 新聞處長的那台 他斜對面後面就是馮偉光的那台 馮偉光就不是自己買桌 當然是別人請他們 據說好像是張寶華請他們 全場裡的聶德權 一句話都不跟馮偉光說 這個好人 我真的看著他們兩個 會不會眼神接觸過呢 我分別跟他們兩個 都有打招呼聊天 但是他們兩個之間 是完全不說話的 憑這個跡象就證明他是人 有氣節 這些叫做恥不食周叔 對著這些人 話說都是我同鄉 也有我的角色 可能是聶士誠 那些後裔的 還有什麼 聶聶聶還有什麼 聶隱良 聶二 很多的 聶豐 還有葉平津 聶小線 全部都是 不是很熱 說回習近平訪說 其實 六八九都幾 真是幾糟糕的 整個程都是被人欺負 沖上機那一刻 其實我就問 你怎麼看那一刻 坊間就這樣說 就是被趕下來 但是你記得五年前 應該是 那時候是 胡錦濤來香港的時候 你現在很多片 都可以在YouTube找回 當時真的事實上 是曾蔭權和他老婆 一起上飛機 然後進去 我這個是 跟大家解解話 解讀一下 好像有內幕消息 我真的問過 有經驗的人 我不說誰了 有經驗接飛機的人 當然不是 就是你老闆 不要說誰了 總之就是真的 明白明白 再心中 再心中 三十號吃飯那個 基本上我理解就是這樣的 沒有可能自己衝上去 所以《蘋果日報》說 他自己衝上去 我覺得是不對的 因為這個一定是 事先得到中央辦公頂主任 栗戰書的首肯 因為大家所有的行程 所有活動的細節 一定是寫下的 那個計劃是怎樣做的 如果他們自己這樣衝上去 他去到一半已經被中央警衛團射殺了 但是我怎知道龍蝦這樣衝上去 會不會全身是炸彈 你知道他肥腫難分 可能那對鋼其實不是鋼 其實他不是陳鋼熙的媽媽 其實是迫擊炮 是的 我怎知道你 那個導演不是那套戲 那個女人的腳是機槍 我怎知道你那個鋼一拆 那個手是迫擊炮 不合人體比例 所以一定是 是比他上去的 問題上到去 原本曾蔭權年代 去接胡錦濤就是這樣的 上到去寒圈 其實大家記住 這次不是習近平訪講 是中央代表團 這個很多傳媒都是錯的 裏面有解放軍軍委會的副主席 有中央政策研究室 五年前也是 是中央代表團 胡錦濤那次也是 胡錦濤那次也是 中央代表團 不是習近平個人 有王滬寧 有栗戰書等等 這些人一起來的 然後就握手寒圈 因為一個中央代表團 都有十多人 然後就等主席和主席夫人 先停一停在機門口 給記者先拍一拍 然後他們才行下來 然後呢 那個所謂主人家 接待那個人 香港特首夫婦 應該在主席的後面 大約四至五步左右 不要搶封頭 不要貼得太近 讓鏡頭只能掌握他們兩個 然後就隨隨走下來 這個紅地毯 這個就是以前的作風 其實我記得 甚至是再五年 即是2012 再五年前 即是2008 2007 再2012 是2007年的時候 也是 那時候好像是 董建華還是誰 2007 曾蔭權 曾蔭權 曾蔭權也是跟著當時 胡錦濤下來的 兩次都是這樣 但我覺得這次我安排 就是黑人憎的不在於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是很黑人憎的 大家都想他們死 黑人憎的是中央特意 將香港矮化 是叫他上來 然後叫他下去 然後叫他在下面接 下面接這個安排是什麼呢 就是中央代表團出席 新疆、西藏那些自治區 成立典禮、慶典的時候 那個安排 你見到省市領導人 接中央領導人 是不會跟他一起在飛機構下來了 內地 一國 你留意一下 術職安排 習近平坐在中間 梁振英坐在旁邊 以前呢 我就說要半邊屁股坐的 因為呢 以前那個安排 那兩個梳法是斜斜的 就是好像我對著你那樣 如果我要對著你說話 我要一邊屁股押了出去才行 明白 打斜一點 就是這樣 就是沒有分 莊限的 以往術職都沒有分 即是平起平在 要做到 現在就不是 現在就一定要坐在旁邊 現在就一定要坐在旁邊 而且他對面就是黃光雅那些 即是他的和他平起平坐 其實就是黃光雅 我就是老闆 兩邊都是我的 就是好像剛才所說的 平排坐 所以特首可以上去 然後陪同一起下機 陪同一起下機 但是其實呢 如果以那個 就是中共 中國 不是中共 中國國務院那個架構來講 香港是屬於所謂的直轄市 是直轄市 而且特首那個位 就是這個所謂的行政長那個位 是屬於什麼呢 是副總理級數 是副總理級數 他是高於 一般所謂的 所謂的 市長那個位置 所以其實如果是國家的級數來講 他甚至是高於張曉明 但他怎樣高也好 就算你是西藏人民政府主席也好 在一國的國家主席下 他都是主重分得很清楚的 所以他要趕兩條彈傘下來 站在下面等他 是有原因的 那個什麼呢 原首和原首 平起平坐 就是隨代表團一起下來了 即是你覺得這次其實是 刻意被安排 而做出一個主重關係 一定要清楚顯示 大家聽不明白劉兆佳說了什麼 這麼多年 我經常反反覆覆地在節目中說 什麼呢 中央權力要具體化 要細節化 所以這些姿勢和五年前 胡錦濤麗星 細節化 更加會清楚 要很細節 甚至是告訴香港人 你看到他這樣走下來 40秒走下來 盲的人都知道 怎麼搞錯 你還看得下得多狼狽 是啊 你看下來了 手又不拖後面那個龍蝦 不知道為什麼 又變成青色龍蝦 拜託你鎮定一點 拖老婆 慢慢施施然下來 你現在這樣 瘡瘡黃黃 而且龍蝦的樣貌 我猜到 一定是律戰書在上面跟他說 鬼殺書 梁振英 不是滾下去 這個博信網是假的 叫他快點下去準備 主席會下來了 那兩個人馬上馬上滾下去 因為主席會下來了 要快點去準備 所以就滾下去了 但是很狼狽的感覺 很狼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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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看到六八狗 在那個位置等他 那種表情 你看到真的想 打他 從身體的語言來講 孤志仁龍蝦 就是非常不華 為什麼會這樣 明明不是這樣的 好像世良所說的 過去也是這樣的 這個應該是今屆的安排 他會上去的 至於梁振英 整個身體的語言姿態 我就覺得就是一個奴才 那種叫你走就走 叫你滾就滾 大家要記住 他不拖他的手 這個就是真情流露的 我覺得 有一次他走維園 那個保安委 為了保護他的批質 搶到龍蝦那裡 他在笑的 反映到平時他的家庭生活 是多麼幸福 不是的 平時家庭生活都充滿著 街頭霸王的精神 一個是春麗 一個是軍佬 其實兩個都出絕招 現在美國總統也是這樣的 你看身體語言 一看就知道 美國總統一個 就是結過這麼多次分的地產佬 你們不用想 你當香港地產佬 想Donald Trump就可以了 他也是這樣的人 這個伊曼卡 就好像是東歐的非法移民 好像早期 做那些裸體無特兒 清清過不是 要穿衣服的 他說 但我見過他沒有穿衣服 不是他 我信洗糧 難道是你 這個就是一個東歐的 小時候去美國賺錢的 一個無特兒 你大約都想像到 那個關係是什麼 第二次就是嘉宴 嘉宴那個 很多人說 出事那張照片 就是為何龍蝦穿了這些 龍蝦裝嗎 龍蝦顏色 這些衣服就是Joyce Joyce才能夠持續 每個人穿出來的效果 都很不一樣的 晴晴 你不用那麼Defensive 我是說 再才能夠持續 林直寫了一篇文 我覺得我認同他的觀點 其實問題在人身上 人身上 穿什麼東西 都會被人此笑 我覺得其實你問我 如果我做他的形象顧問 我就建議他找陳冠希那些衣服穿 因為他的身形 其實就像陳冠希那些hip hop 那些歌星 那些星星那樣 但這件衣服出事的問題 就不是在於這件衣服 是在於他的身形 是不是 比例有點怪 你的手 為何會這麼長 他的手是太長的 留意一下 你對比起奶媽 其實被人以為是造徒 現場了他的手 我懷疑 因為他打街霸打得多 好像印度人 突然間他的手 可以伸長打到對方 所以他可能是在家裡的街頭霸王比賽裡面 他贏良振英 龍蝦現身出著一個很出名的 一個台灣設計師 但當初你一看到這張照片 你有沒有覺得 嘩不是吧 夏之 我那時候那個品牌叫夏之 是一個出名的台灣設計師 而他的服裝在法國巴黎 都有一個fashion show 台灣藝人 有林森如 劉嘉玲 全部都有買他的時裝 大哥你也會說 林森如 劉嘉玲 那些級數也穿的 不是龍蝦 我覺得 廖啟智穿的也比他很低 大哥等於你叫我穿Christian D 所以說這件衣服其實沒問題 這件衣服其實沒問題 這個粉紅色就是他的設計沒問題 所以我覺得很替那些設計師不值 這些衣服對於這些衣服 是很不公平的 但問題出事這張照片在哪裡呢 我覺得就是 現場新聞處的人 我懷疑不是香港新聞處 因為如果是的話 你拍照的人 一定會叫林兆波 推一推 或者推一推 那支旗 問題出在林兆波的頭 你想想 他變成了超級薩亞人 為什麼呢 正正是區旗的五範 那四範 在頭殼 要不就是佛祖 要不就是超級薩亞人 還不是大整鼓 這些photalk一埋位 一看到 要不就會把那支旗 拔過少許 就不會正正動在他的頭 插了 拍照很重要 有時候我們沒有留意到 插在後面 就會出事 關風錯了 你看郭文貴的Twitter 很可笑 他裡面有一張大蝴蝶的畫 他在蝴蝶的翼 在他的頭殼這樣伸出來 那兩條鬚就在這邊伸出來 是很奇怪的 你看看 那郭文貴就沒有什麼 你現在suppose 你這些政府 好像你所說 有專職的人員 或者一個攝影師 自己本身都應該是一些 有經驗 先年 你一看就知道 習近平夫婦是最正常 肯定現場負責拿機的那個人 就是只要專注這兩個人 只要他們沒有問題就OK了 就沒有看左和右 你看梁振英那條tie end 很明顯這個人是右傾 不是左傾 向左 如果他這樣的話 現在要看他 極右 這個法西斯 然後林兆波就扣了一顆樓 還要後面超級殺害人 看不到這隻白襪製 很可惜 他要遷就兩個主席夫人 和主席 在中間的位置 走廊的位置 有光的位置 那個位置拍出來是最好的 然後其他人就不管了 至於奶媽那件衣服 我覺得真的見仁見智 看不到 他的顏色其實是最適合彭麗媛 和 彭麗媛 龍蝦那件 我覺得擺明是自己標其立意搶褲 我覺得 搶了褲 這個場合好像真的 我想知道 當這些國家領導人出房的時候 其他地方的夫人 想不需要 都要看妝去穿衣服嗎 我又想知道 當然要 而且你也會打電話去問清楚 中央辦公廳 問了彭麗媛會穿什麼色的衣服 會的 怎麼會不會呢 即是已經知道了 當然是知道 你看看林少波和 兩個都是藍色的 他根本是完全不配合的 很明顯是搶褲 777是低調地搶褲 這個就是高調地搶褲 一個就是梁朝偉 一個就是羅家英 梁朝偉就是低調地搶褲 對 裝得好像若無其事 其實就是低調地高調 那個就是高調地高調 讓全世界都看得到我多有型 所以我就說 這張網文就只是 撿龍蝦變機為蝦這個問題 其實反而林兆波那才是問題 所以我懷疑這張照片 實際上操刀或者現場看的人 究竟是不是香港新聞處的人 還是這張會不會跌回 是發照來的 這張照片 是新華石另一邊 這張照片是GS出的 但我覺得未必是GS的人拍 未必是GIS的人拍 OK 除了這個出事之外 還有很多人討論 林兆波那對白蜜仔 白蜜仔我覺得是一個 其實真的 不過也反映到他們兩夫妻的感情 又不是那麼和諧 你想想 如果你和你太太去晚宴 或者和你男朋友去晚宴 大家一起裝身的時候 你也會提點一下 你也會問一下 喂 待會不要穿得這麼吵 要和小娘做節目 還要的 要化好妝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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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會看 老公或者男朋友 你身打扮 所以你等下我越穿越穿越帥 很明顯感情變差 我和你變差 白蜜仔 白蜜仔 但他白色多鞋 你明白嗎 博山鹿何林 他是什麼 他是黑鞋 黑鞋應該襯黑蜜就好 這樣就不會突出白色 但我覺得 我同情林先生 他畢竟是一個學者 記者問他 他會留在香港 記者再問他 我會讀書 然後就讀拉丁文 記者當場嚇一跳 但大家記住 其實數學家 學拉丁文這個很正常 兩者是有一個關係 因為我訪問過一個中大 港大一個很出名的數學家 國際上很出名 也是中科院的院士 剛剛當選的 叫莫毅明教授 他是很熟悉拉丁文 繁文 因為原來語言學 數學和哲學 在德國的十九世紀來說 就是高峰的三大學問 其實雙通的 所以很多人覺得很奇怪 不要笑他 反映到自己不懂 其實我覺得 最近林先生 過去在媒體的表現 我又覺得他挺可愛 他不是那個圈的人 他也挺真性情雅的 他又不去說 很酷地說 記者不會很酷地 記得當時林鄭說 會參選特首首 中心是第一次 做到一個 本屋 一秋二林 一秋二林 他也是一個很真情的 其實他從來不接受傳媒訪問 但你看看現在去選特首的時候 其實他是很真性情 其實他沒有修飾他自己 我覺得做回他自己 做回一個學者的反應 還有我覺得 唐伯虎點秋香一樣 影襯法 你箭底那個是龍蝦 你一對比你就知道 林兆波多可愛 林兆波多可愛 多可愛 龍蝦那個罵 蔡子強的樣子 我到現在還記得 黑毒亮博 所以你覺得他是多可愛 所以我覺得之後 大家都不要虐待他 七七七的面口也比六八九 所以一會兒我們會說一下 七七七上台 但現在說習近平訪廣 其實他不是叫訪廣 他官式的詞是叫視察 大家要搞清楚 訪廣這個字眼就是有一點 叫做好像胡錦濤所說的 以前就是我們來看看 聽一下視察民情 不是,聽一下大家 看察一下 跟香港人接觸 跟香港人接觸 今次呢 習近平是很不同的 習近平是下來 好像你剛才所說的 他是來宣指的 你看到他的講話 五年前 當時胡錦濤講過什麼呢 當時胡錦濤來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他講的是 他想來聽一下 聽一下香港人的 有什麼要說 看一下香港 去感受一下香港 他的講話主題是這裡 而且他當時的講話 大部分都是說 讚揚香港在十五年裡的成就 但是這次習近平是說什麼呢 他說他主要有三個目的來香港 第一個就叫做什麼呢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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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去 慶祝20週年 慶祝20週年 第二就是 去體現支持 第三就是 跟香港一起謀劃未來 慶祝未來 這三樣東西 其實都是 在講一個什麼訊息呢 就是他是來宣指 他是來去 就是他 actively 去 叫做 給一些事情 給大家 不是來聽大家 所以你看到他 這次和胡錦濤上次五年前來 有一個最大的差別是什麼呢 行程大致是一樣的 只有一件事情是不同的 就是當時胡錦濤有家房 溫家寶也有 溫家寶也有 李克強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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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強 各個的國家領導人來香港 這個是一個指定動作 但是這次習近平是完全沒有家房 上次胡錦濤是兩個 家房也有兩個 也是公聯會的 那些是表演 知道一定是公聯會 但是那個姿勢 就像你所說的 他是要給一個訊息給香港人看 就是好像他的講話當中 習近平的講話當中 主力是說什麼呢 就是一國為本 就是告訴你 一國為本 我覺得你再細心看 有一些事情以前是沒有說的 鴉片戰爭 不是七一那天 是之前那天的 speech 下午見商界那些 應該是 講歷史 講歷史 講鴉片戰爭 講八年的國恥 這種就是雪恥式的民族主義 我覺得我自己得到兩個訊息 第一 建軍隊 閱兵 然後展示反防空武器 遼寧號訪問香港 應該就到了 然後接著就是 雪恥式的民族復興 那為什麼是雪恥式呢 就是跟鴉片戰爭有關 這個就是把香港人打在一個很尷尬的位置 因為我們在鴉片戰爭之後 就淪為英國殖民地之後 或者這麼多年 其實我們都沒有什麼 所謂雪恥式的仇恨在那裡 因為很簡單 Less are evil 那邊那個更是 evil 所以大家自動自覺就埋位 就是支持殖民地政府 1967年就作出一個很正確的選擇 所以他們現在講雪恥式的民族主義 接著講一國 接著基本法是源於一國 接著強世公還有一篇文在明報出 就是那樣東西 基本法是中國憲法的新言 一國兩制香港資本主義這一制 是大陸社會主義的不是意外 是大陸社會主義的意外 大家有沒有看今天那篇 強世公就是哪個呢 就是國務院一國兩制白皮書的執筆的人 這篇文章肯定就是呼應 習近平來香港之後出的了 習近平還有說什麼呢 就是底線論 這次有什麼底線是不能碰觸的 過去這麼多個國家領導人來香港 是不會這樣說的 什麼叫底線 即使你如果觸碰的話 我就會落居你了 那我就不太明白了 為什麼要這樣說 那抬棺材和底線論有什麼關係呢 應該沒有碰觸到這個底線的 為什麼要找些流氓去炸掉它的棺材呢 對 古的棺材 找些流氓去拆掉它也要 這個也是很不合理的 年年記者我們都會做一個位置 做七一一定要是佈著長毛和故事 要抬棺材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icon 不過我沒有事的 連年都是這樣 和警察是知道的 連年都是這樣 行禮如意的 都被人罵到這麼久 今年你看到那個差別很大 習近平來到香港的時候 無論是那個gesture 所謂底線論 就是在那兩天已經出現了 尖沙咀 你有沒有看過那段影片 就是一群這樣的流氓 圍著一群外籍的人士 那些是外國記者 原因是什麼呢 除了部署大量警力在中流之外 因為當晚陳浩天 即是香港民族黨 就說即使收不到不反對通知書 都會舉行集會 在那裡 叫做香港淪陷赤禍二十年 好了 然後他同時部署了流氓 但是結果陳浩天 搖底撇了 因為警察叫他們 好像勸他走 好像是 那他真的離開了 因為那群是黑社會 然後那群黑社會 不知道找誰去打 沒有什麼發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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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他要找工作做 如果不是 怎樣交差呢 怎樣收錢 飯盒也有拿過 但是現在呢 其實他們呢 我們在Facebook那裡 分享的東西 是對他有利的 因為他這樣才收到錢 證明他有做事 證明他有做事 但是很惡劣的 你說尖沙咀的那個 就是 這一群人其實是熟口熟面的 什麼旺角的時候 漸王的時候 漸王的時候 是他們 很多這些所謂的 對付這些示威者 都是這一群人 跟蹤社民 連那個 直接王浩銘都post了出來 香港01都拍到 那個的士 屬於一個叫布魯圖的光頭佬 而那個光頭佬 就是當時漸王拆路障 也是 他自己Facebook也有很多的照片 所以我就說 同一個系統 同一個系統 因為你不明白 你會看之前一周刊 說過了 光頭佬 那個扎邊那個人 暴魯圖 胡鎮忠 還有一個叫放大鏡 李詩煙 一個叫放大鏡 一個叫李詩煙 一個叫Ricky Yun 全部什麼關係 其實是一目了然 你看看那晚發生什麼事 不過我相信你有看Facebook 你已經看到 他們基本上是對著兩個外國人 對著兩個外國人 一個據說是一個外國記者 就慢慢地去粗口罵他 用中英夾集粗口罵他 然後就有一個香港人 看不過眼 就想嘗試問那個外國人 你不可以報警 接著就開始來了,就直接有身體觸碰了 就開始,人們圍著想嘗試看看外國人是否需要支援 這個香港人,我看到的短片就是後面有人撞他,用他的胸口撞他 想搞事 你看到這群人其實對外國人的心理情況如何? 他完全不敢動作外國人,只是敢口說 可能他的英文不好 不,他們怎麼說英文粗口 但只要有香港人,一吹進去,他們的氣炎就大很多 有很多肢體動作 看喜劇之王就知道,要交戲,死屍也要說兩句 否則怎樣收錢,我想有對白是比較貴 那個男士應該不是記者的朋友,可能是其他老國的 不如去幫忙,但他一出現之後,整件事逆轉 由他目標,原先是外國朋友,變成那位老國的男士 就是外國的男士的普京 普京在2007年,烏克蘭出現變天之後 一直很擔心國內的年輕人造反 在俄羅斯造反 所以由政府成立了一個叫做 Government Organized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G-O-N-G-O 有一個青年團,類似希特拉的青年團 是Nazos的名字嗎 有Hooligan,有足球流氓,有光頭幫 就是一班這樣的流氓 但他另外出來說話的就是傅鎮宗那類,正正常常的 傅鎮宗你都當他是正常 那些高達斌那些 在正常中是正常一些 在集會中,專門是嘔吐反對派的媒體,記者 在佔領王國,去試試打記者 打誰?香港電台,蘇敬衡還是什麼? 不是這個,麥家輝 然後就是衝擊對方的示威陣營 搞亂檔配合軍警行動 其實你看到了 他搞亂檔之後,警察就做事,拘捕人 不過是拘捕示威者 這次你看到,除了尖沙咀 就是社民連在7.1 就是7.1,台棺材 然後他們出來,擦爛那棺材之後 就有子體 那棺材一抬下來就已經炸了 然後警察就進來了 進來好像以維持秩序 但是他們塔的人就是塔社民連那些人 很簡單的就是,最終我經常問一句 如果明天答問大會裡面 我希望有議員會將那些反反覆覆由佔旺 到這幾天出現的流氓黑幫的照片 全部放在那裡,問林鄭月娥 清楚問,如果長毛問不到 其他泛民的議員都要幫忙問 究竟你會不會拘捕這些人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指標 對777來說 如果不是我就當你2.0了 什麼都不用談 不用談了 香港是一個我們所謂的法治社會 有一幫這樣的黑社會 用這樣的方式 無論是對付外國人 對付香港人 究竟你的表態是如何 你會不會扎成保安局局長 已經有證據了 現在的影片多到無論在網上 是不是應該帶回來文化 至少都要叫以前 你如何對付黑幫分子 很簡單的 帶他回去警署 找記者來拍他 你覺得會不會呢 協助調查 我就說 如果明天有議員問這個問題 就是很簡單的 這條線很清楚 因為你已經跨過了香港人的文明底線 沒錯 民主派議員 雖然現在你看到 777第一天上班之後 你看到他很多 50億 50億 這些東西沒有用 這些東西 我不是說反對 但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看到這些黑社會 公然地在香港 黑那裡入侵政治 這件事情 是一個更加重要的指標 就是我們所謂的核心價值 就是這裡 如果這件事情 777都不能夠保證 一件事情就是 只要這些事情再發生 或者已經發生的事情 是一定要促拿他們歸案 這個就是我們香港人的 一定要促拿歸案 底線 這個就是我們的紅線 這個就是我們的紅線 為什麼那次旺角黑幫去清場 會搞到更加多人湧出來 在漸王的時候 就是看到那些口罩黨在那裡打人 然後香港人就湧出來 為什麼9月28日這麼多人湧出來 因為警察湧出去打人 你說是不是因為政治理念這麼簡單 我覺得不是 背後更加大的原因就是 大家覺得香港的社會 為什麼會淪落到這樣的地步 變成了黑幫另一個故事出來 警察是要用黑幫去執行政治任務 警察的工會可以高調在政治問題表態 當你越表態的話 別人就覺得你根本就是包庇這些黑幫 我一向都不用黑警去形容香港警方 我們都不中容於人 但是你今次這兩… 之前已經有了 但是今次這兩件事 真是將將在目 你寫文連七一台棺材那件事 你看到警方的執法的情況是完全偏移的 你應該抓的人不抓 即是那些公然地去破壞別人的 那些是他們的私產 這件事 是犯法的 第二就是你那個外國記者 給這些人其實 根據條例 只要我動手 這樣舉一舉手 我無法碰到你也好 只要你感覺驚恐的話 這件事都構成罪行 是那些人 在那晚所做的事 全部是違反香港法 我告訴你 最簡單的一個例子 當日羅冠聰、黃之鋒去台灣 你記不記得 都是由這班人 先在香港被人包圍、衝擊、被人打 眼鏡好像掉了 接著去到桃園 去到桃園再被人打 一月發生 三月那個白狼的兒子 已經被台灣起訴 妨害公務罪 香港好像昨天 那個71歲的人 才被正式落案起訴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這麼久 為什麼這麼久 香港警方做事 效率這麼差嗎 同一個手法 證據確鑿 同一個手法 白狼、張安樂 是大陸安排過去台灣 然後成立一個叫做中華統一黨 然後在那裡搞太陽分學運 打那些學生 反火光的時候 也是衝擊那些社運 然後逢是陳雲林來訪問的時候 就打其他人 就是同樣的手法 一樣的 我相信 我當然不是認為 香港所有的警察 都是所謂黑警 我當然不相信 所以如果當中有聽眾是警察 我會告訴你 如果你們 不要讓你們想起 你做警察的初衷 其實對你們來說 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 如果發生在你當間的時候 這些黑社會 竟然可以在你的面前 可以做這些事 而沒有任何後果的時候 香港市民只要不再相信 如果論有執法公義的時候 整個香港玩完 香港極端政治 香港玩完 其實為什麼抬頭呢 其實我覺得不是意識形態 它對極端政治抬頭的是什麼呢 是因為對警察執法不公 是已經有一個深入腦海 當那些團體 採取一些很激進的行動的時候 中產階級覺得 就算他的政見 我不同意也好 但是他們這樣受到不公對待 我們都要同情他 都要為他發聲 結果造成後果 如果奶媽真的想解決過去那五年 香港極端政治兩邊 一直升溫的話 你不按警察 不按黑幫 是無法解決的 一定那種街頭衝突 更加嚴重 你給多50億 老人也好 給多50億 青少年也好 梁振英就派得多了 過去五年 但是派得少 一樣是解決不了的 因為後面是有一個機器在這裡 是將這個香港過去 一個比較文明的政治體系 開始改變 改變成一個極端政治 這個才是最恐怖的 但是會不會由梁振英年代開始 肯定是 肯定是 這個黑社會的干政 肯定是由梁振英開始 我覺得那個人在找黑幫幫忙 不知道在做什麼 問問劉弘雄才知道 但是跟著什麼 浪情村下去 你記不記得 元朗 天水圍 天水圍 那次很假的肥仔 那次 就是高老和第一個 當時的聲明著起 就是高老和 公然在警察面前 打人 警察在那裡 不要打著 等他走過去再打 就是高老和 高老和就是橫州事件的主角 你為什麼這麼拔戶 現在朱凱迪這件事 你知不知道 沒有人留意上庭 那四個人的底部很黑 全部都有案底 還要是那些重案 即是跟蹤他這件事 動他這件事是真的 不是那些左派 不是那些建制派 說到那些何君堯 那些說他自己 自己作出來 其實不是的 那四個人的底部 全部都公開了 就是全部都有案底 有些真的是殺手 但這件案已經是 判了那幾個都是入罪的 判刑判了沒有 罪名成立 應該是 成立了 是的 所以我就說 這是真實的情況 黑道介入政治 是一開始就回不了頭 就說被鬼上身一樣 你現在看到這幾年 香港社會的惡化 黑社會是其中一件事 就是當你有求於黑社會的時候 他就會不停 你就要回報給他 你很多事情都要 譬如現在他打人的時候 可能警察就會放鬆手腳 所以你777 你現在叫第二天 今天是第二天上班 我可以說 對你來說 可能今次的特首選舉 你最大的教訓就是 為什麼我的民望這麼低呢 我可以告訴你 很簡單而已 你上任現在第一件事才做的 就是對於這些黑社會 這些大媽 這些違法事件 一定要重手去處理 而且我覺得起碼 這個你肯定民望大聲 最低限度 明天你要政治上和這些事情 小明世不兩立 是的 零容忍 再有的話一定嚴厲執法 保安局局長也要出來說話 為什麼會越來越極端呢 原因是因為背後有些人 是不跟香港規矩做事 是安排大陸來的示威者 大陸來的大媽 然後再加上香港的的士佬 有底的小巴司機 黑幫等等 這些人在搞政治 還有 還有退休警官 還有 有 漸王裏面有一些是退休警察 下去的那些 就是幫手清場那些 中間人那些 全部是一起吃飯的 沒有議員 因為這個世界有Facebook 他們不知道 其實我都認得了 明天有沒有議員會集 這個問題 會和 我希望有 我覺得這個很關鍵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梁振英年代 支持梁振英的勢力 一直在用一套這樣的方式 來去挑釁香港的社會 結果令到激進思潮 是得以越來越多人支持 你不是支持他的信念 而是你看到他們這樣 那些黑幫這樣下去 去對付他們 其實你的心都會生氣 所以我就說這個 如果你真的 習近平所說的希望 香港社會 可以大家和充共濟的話 首先就收了這幫人 我覺得 我理你後面是哪個機構 哪個共產黨的組織都好 你都要主動去解決這個問題 不過又有一個問題 現在7777上台 有一種說法 689其實現在就是做了 我們的市委書記 這個林恒子今天是順道的說法 究竟會不會這個林恒子 加上中聯辦 也繼續在後面 推動這些所謂的黑幫政治呢 我們一會兒回來就會說一下 當你遇到這樣的情況 究竟你如何面對呢 應該如何面對呢 休息一會兒 那拜拜 OK OK 然後